剛剛都差不多啦 第一個的話 這個攝影名詞的話 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把那個攝影名詞 的那個網頁的內容貼上去 上面的標題就是攝影名詞 所以 呃 等於是說在哪個頁面呢 在 呃 這個 哪個 剛剛那個頁面 我剛剛沒存到啊 啊 這個攝影名詞點擊進來的話 找到這邊 啊 上面請記得啊 也許你在上面再增加一個home吧 home的話就回 回那個 我們的頁手 一個home 然後這個就下一頁 那這個前面因為有做過啦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把那個 相關的文字貼上去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這個 這個就是Page1裡面的內容 那Page2裡面的內容的話 那我希望在這個地方呢 Page2裡面呢 就放一個 List View 就跟剛剛一樣的清單 放在內容 其實跟剛剛差不多 那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四類的東西 那分別點選其中一個 就一張圖 然後呢 一個內容 那換下一張 下一個的話 就輕便 在相機 玩具相機啦 SX7 OK 然後回首頁 這好像在回首頁 再回來了 然後相片欣賞的話 就總共 會有 這個 四張照片 所以喔 這邊的話 第一張 當然你看哪一個先啦 我們現在好像是這一張優先啦 不過 如果你想要先放這一張也OK 反正先顯示這一張 然後再這一張 總共有四張 所以也許 你第一個 Page3 可以先放這一張圖 然後3-1也許放這一張 3-2 3-3 OK 那就沒有 沒有那個Page 3-4了 反正就四個Page 那分別喔 我們就可以讓它下一頁 下一頁 那上一頁的話呢 其實你們可以找另外一個 圖叫back 反正其實做法差不多 差別只是說 一個向上 一個向下 方向改一下 OK 最後的話呢 就是意見回覆 並且把它的步行主題稍微變更一下 那就是今天的那個作業練習 所以剩下的時間 請各位試著把這個網站 試著完成看看 長這樣嘛 反正就 回到首頁 那這就是 這個是首頁嘛 攝影名詞這個比較簡單 摳過來上面一個標題 裡面內容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相機種類 這個我想照剛剛的方法來做 就連結 這個我想應該比較簡單 上面這兩個前面有做過 OK 所以請各位參考一下那個上面的 那比較會特別的就是這個照片 欣賞 總共有四頁嘛 所以我們第一頁是那個什麼呢 第一頁也許是那個page3 然後呢 再來就下一頁的話就page3-1 3-2 3-3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回到第1頁了 就是page3 然後上一頁的話就back 就back啦 這邊可以改一個名稱 back有沒有 就是變成最後一張 然後第3張 第2張 一之類推 然後這怎麼做的啦 應該會吧 我再來重點 重點說明一下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的做法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說 也許我們 這個page3的話 3-1 3-2 3-3 可以先不要做沒關係 所以我把page3-1 3-1到3-3 這幾個頁面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假設重來 我們先做哪一個呢 先做page3就好了 做完之後再把它複製來改 我覺得會比較ok一些些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話 只有點到這個 現在下去沒辦法 因為它裡面沒有連結 我做的方式就第一個 先把這個 裡面的這個連結先刪掉 假如說這個底下 本來沒有這些東西 上面呢 假設我希望 做出 這幾個連結 這個連結 這個 兩按鈕的話 其實做法 你可以參考什麼 其實可以參考那個 就是 Home跟那個下一頁 把它複製過來改就可以了 改的方法的話 因為如果前面你這個相機種類就做出來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相機種類的這兩按鈕把它複製過來 它這個應該是在第哪一個呢 Page的第2頁的地方 Page2 看一下Page2在哪裡 Page2部分的話往下 這個是Page2之一 那應該這個地方就Page2了 Page2的地方你會發現 這邊是不是就已經有Home跟那個 下一頁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兩個來改 它的位置 基本上我拿那個Page2的來 來改 那我找到那個Page2的位置 Page2的位置 我是建議啦 你慢慢習慣於 左邊這個區塊 那你會發現Page2找到了 ID等於Page2 就這一頁 然後呢 它基本上呢 那兩個超連結的話 那兩個按鈕的話 其實就是 放在哪裡呢 我剛剛有講過 就是放在 標題 H1的 後面 然後有這兩個連結 其實拿這兩個連結來改就可以了 一個是Home 然後一個是NAS 我把這個拿來改一下 怎麼改 首先Ctrl C 特別注意喔 這個放在這下面 1把這個 程式複製 2的話呢 我就直接拿它這個 放到那個什麼呢 我剛剛的那個 Page 下面欣賞這個地方 Page3找到這個 那放哪裡呢 放在那個 我的Page3的 這個 相片欣賞標題的後面 所以點 點右邊這邊之後喔 特別注意喔 你貼的位置 不能直接貼在這裡喔 不對 要貼到左邊這裡 而且要貼到 H1 斜線H1的 後面喔 下一行都可以喔 那我就把它貼到這邊來 所以把它貼到 斜線H1的 下一行貼上 那當然你現在切過去的話 它其實就HOME啦 可是我要把它改一下 問題來了 我現在這一頁的話 可能HOME 首先HOME部份一定要改 因為HOME 我要把它改成什麼 第一個 我的 超連結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現在是Page3的話 那理論上我的上一頁 應該是什麼 Page3是第一頁好了 Page3-1是第二頁 3-2 3-3 那我理論上應該什麼 上一頁的話應該是最後一頁 所以這邊應該 這個HOME應該改成什麼 應該是最後一頁 最後一頁應該哪一頁呢 3-3吧 我用底線 3-3 那我的下一頁的話應該是 3-1 有沒有 OK 所以我現在Page 自己本身嘛 那我下一頁就3-1 那我的最後一頁就3-3 OK 那第二個的話改哪一個地方呢 改那個ICON ICON的話 當然下面這個向下的不用改 可是向上的話 你要改 那可是向上到底ICON是哪一個 其實特別注意喔 用拆的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這個是向下嘛 向下是低啊 低應該是DOWN對不對 那如果向上的話應該是改什麼 應該DOWN嘛 相反是什麼 UP嘛 UP的第一個字是什麼 U嘛 所以我猜應該是U啦 OK 應該是沒錯啦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印象中可以這樣 按個等號 看一下他 後面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 這邊也有嘛 有沒有 所以D就向下 L應該是向左 向右 所以U的話就向上 這個應該沒錯 再來的話呢 其他的話 這個名稱 名稱的話你可以把它改成back B A C K OK 好做完了 所以喔 做完之後的話 其他呢你就不需要特別去動它了 因為我們Page3做完之後 關鍵的地方 1 把這個做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第一步喔 那第二步的話因為我們Page 現在就有Page3 沒有Page3-1 3-2 3-3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這個範圍 這個Page有沒有Page3 一直到他最後結尾在這裡 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請你在下方 Enter兩下 我建議把它隔開一點都沒關係 貼上之後呢把它改成id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3-1 OK 然後再Enter兩下 在尾巴的地方 把它改成3-2 意思是說啦 我的第2頁跟第3頁 還有呢第3頁第4頁 其實就可以這個時候呢 把它產生 因為 如果你之前就已經做好的話呢 你再來改喔 其實反而會 很多地方要重新做 只是說呢 我貼上之後還要改哪些地方 3-1的話 你的PageID等於3-1 那你可能要改哪些 超連結一定不對 如果它的上一頁的話 3-1應該是Page Page3嘛 對不對 因為 Page3是第1頁 Page3-1是第2頁 3-2第3頁 3-3是第4頁 然後它的下一頁的話呢 這邊應該改的話 改成2嘛 1跳2 然後其他要不要改 這個要 這個不改 另外還有什麼 圖檔 圖檔我現在是抓第1章 所以我把它改成第2章 所以底下有什麼 ImageSRC 它這個圖檔本來是0-1的話 把它改0-2 所以 大概貼上之後 改 這個上跟下的連結 還有這張圖 改完 換下一個 這個的話呢 3-2 它的上一張的話呢 那應該就3-1 有沒有 跳上一張 它的下一張應該3-3 然後呢 還有它的什麼 它的圖的話應該是第3章 OK 然後下一個 3 這應該不是3-3 3-3才對 有沒有 跳3-2 3-3就第4 所以3-3的下一張的話 那底下沒有了 所以下一張就回到 第1章 就是Page3 它的上一張的話呢 那就3-2 OK 有沒有 然後呢 圖檔的話呢 就是 0-1-2-3 這就是第4 好 基本上改完了 我們來試一下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邏輯吧 即時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喔 如果沒錯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 相片欣賞 這是第1張圖 然後我下一張的話呢 就會跳到 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 Page3-1 然後下一個 Page3-2 Page3-3 然後再來的話呢 Page又回到3 然後3-1 一樣啦 一個循環 這應該沒問題 OK 然後如果向上的話呢 按到這個 然後再向下 又回到 然後這個向上的話就最後一個 有沒有 就底片 然後再來 OK 然後再向上 OK 就一個循環了 所以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我們可以 把那個相片欣賞 相簿給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請各位自行在把這邊完成 那意見回覆的話 也許你就簡單放一個什麼email信箱吧 或者放個logo等等 就是 讓人家可以知道 相關訊息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呢 請 今天把 這個先做出來 然後後面如果有時間的話 把這個附警主題也做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